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一个星期的科学新知节目又和大家见面 今个星期暂时只有我一个去介绍这个星期的题目 因为是个人行情的关系 暂时未能配合台长 所以下个星期大家又会见我和台长一起继续主持这个节目 第一节我亦想用一个天文科学的题目来打头阵 其实我们在过去很长时间 尤其是近几年有很多关于天文的观察 甚至实际的探索的一些进展 听到很多 例如未来会有下一步再次登月的Artemis的计划 进一步的进展 会有新的任务 会再次载人去靠近这个月亮 长远来说 甚至乎会再登陆这个月球 再往后数点的 我们会派人去甚至去火星 这些应该相信都在我们21世纪之内会发生 在这个星期内我留意到 其实是有一些相关于更加伟大的探索 就是我们不只是观察一个宇宙里面 其他的星体 会不会我们有能力去得更远的星 首先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以我们人类的科技 我们不是只是用望远镜去看 我们如果能够实际派到一些人类建造的东西 去远离我们的地球 最远可以去到多远呢 我们试过派人登陆月球 我们试过派机器登陆火星 我们试过派一些人造卫星去绕过一些木星的卫星 甚至乎我们最远最远的两件事 就是那个局的航行者一号二号 其实我们在很近期科学新知 都有回顾过他的历程 最远的物件 现在就已经是 刚刚离开了我们太阳系的边缘 就去到一个比较外围 可以假设它就是一个 我们自己的太阳系 和其他星系中间的一些空间 就是我们正正可以 刚刚去摆到一些东西 可以稍微远离到 我们这个太阳系本身太阳引力的影响 那会不会我们有能力再摆远一点呢 首先就要问一个问题 在我们这个星空里面 除了我们这个太阳系 我们最近的旁边的太阳系 有多近呢 其实现在由画面上看到这个图 大家就已经有个答案在这里了 我们以太阳作为中心 向外面去找 我们找到哪一件东西 会是最近我们 而又是发光发热 即性质都是太阳的呢 而在它周围里 甚至乎也有一些行星围绕 去转 就好像是另外一个太阳系 那样的东西 那你会看到这个图里面 就展示了几个的 最近一个呢 就叫做Alpha Centauri的系统 那这个Alpha Centauri系统 伴随着一个 叫Proxima Centauri的 一个小的太阳仔 整个东西就很有趣的 就是现在这个黄色 这个桌圆形圈的部分 Alpha Centauri 它本身是一个双星的系统 它两颗星的质量 每一颗都跟我们的太阳很相似 一颗就有九成我们的太阳那么重 另外一颗呢 就是多20% 1.2的太阳质量 那它们两个之间呢 就在一个双星系统 互相绕着大家转 那就是说呢 如果在适当一颗上面 有个行星在这里的时候呢 它就会看到天空会有两个太阳 很光的太阳 那而这个双星系统 更加特别的地方呢 就是在外围稍微远一点的位置呢 就围绕着一个 只是有十几%太阳质量的 一个很暗的太阳仔 那这个名字呢 就叫Proxima Centauri 那你要看到它们的发现的时间 分别就是1839年发现 和另外那个就是1917年 暗点、小点的那个 就要迟些才发现到 那这个不难理解 就是我们的天文仪器的进步 而这些东西大约都是身处于 在离我们四光年那么远的一个距离 就是说它发出来的光 大约就四年左右了 就到了我们的太阳地球那里了 那比它们远一点的 还有其他的 有些叫Banner Star 就在1916年发现 就在六光年那么远 再远一点的 又叫WISE的系统 那就更暗一点的 你会发觉原来是2013年才发现的 那这些呢 为什么那么迟发现呢 那么近都那么迟 那往往就是因为 本身它们是很暗的 那于是乎 你有一些比较好的 红外线望远镜 那么它那么暗的时候呢 它就主要发出这些红外线 你用红外线望远镜 就会比较容易找到它 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近的东西 在我们一直很长的时间以来 我们都会想 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得到 哇 那我们会听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哇 四光年那么远 如果说这个Alpha Centauri 或者这个Proxima Centauri系统 四光年那么远 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得到呢 光都要走四年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 能够将一些东西 加速到光那么快 令到我们可以 四年就去到 然后再四年就回来呢 那样 那现在在这里 其实一直我们没有答案 那么 有人就会去提出 就是说 我们 就算不是派人去 我们有没有办法 派到一些物件去 将这件事 就当成 好像我们探索火星那样 我们真的去探索这个 最近我们的 这些小太阳系统 这个想法 其实我都会认为 是很疯狂的 你可以想象一下 以我们现在的科技 用最强力的火箭 你说的是去火星 不要说是离开太阳系 只是在我们太阳系之内 你要去到旁边的火星 你是说要载人上去 你也是要预年的时间去做的了 起码都要年多 两年去算 我们暂时派到最远的 那件狂行者1号、2号 这两件事 现在去到太阳系的边缘了 但是我们是1979年就射他们的了 即是他们离开 我们现在 足足飞了四十多年 才叫做飞去太阳系的边缘 如果用这个图来表示 那个航行者1号、2号 现在都未能飞出 这些叫做 阿尔特云 阿尔特云 这样的虚线位 还在这个云的范围内 只不过就是稍微远离了 我们这些八大行星 多一点点 所以你可以想象 就算它有足够的能量 以这个速度飞过去 以百年计 它能不能飞出去 你还要考虑 它本身有的速度是多少 它一路出去的时候 它是越来越慢的 因为它始终都要受着 太阳的慢有引力影响 而它自己本身 也没有再有其他动力装置 去帮它推进 所以它能够抛到多远 又多远 而且一路是会越来越慢 所以你预算 就算你用人工地去发射一件事 以传统的方法去做推进 你要去到这些最近的太阳仔 基本上好像是科幻 发梦的 真真正正的星際旅行 似乎很难去想象 但是这个系统非常引人入胜 不只是因为它近 其实我也记得 在很多年前的科学生枝 尤其是我们介绍一些 在我们太阳系以外 银河系以内的一些移居行星 我们是说过很多次 就是说其中一个发现 就是当我们去观察 这个Proxima Centauri 这个微弱的太阳仔的时候 它自己本身 是围园着另外的一对太阳 这样来转动 而这个太阳仔 它外面原来有行星 外面就是一粒 叫Proxima Centauri 世界B Proxima B 或者简称的一粒这样的行星仔 以我们暂时的观察数据 我们看到 这粒这样的行星仔 原来与地球的大小很相似 它就近它的太阳很多 我们与我们的太阳的距离 如果当是一个天文单位的话 这个Proxima B 这个行星仔 它围绕着这个Proxima Centauri 就是这个太阳仔 只有二十分之一个 我们与太阳的距离 就是这么近 你可能会想 哇 这么近 就很热 但不要忘记 它的太阳仔自己本身也更冷 所以 如果这个Proxima B 是这么近的话 它还可以保持到 一个相对温和的温度 我们就会认为 它处于一个移居带 就是说 在这个Proxima B上面 如果有水的话 是有权以液态水的形式存在 那我们就会想 这个Proxima B 会不会就是我们一个 可以移居 甚至乎有机会 孕育到生命的一个这样的行星 那就非常之引人入性 甚至乎 就是说 如果我们真的派到一些东西 上去看一看去 探索一下 哇 那比起这个探索火星 又再upgrade 就算说 如果我们探索火星 我们就算见到 没有什么很令人鼓舞的成果 那你可以说 往往就是因为 火星自己本身 都是稍微离太阳太远 那 它那个孕育生命的条件 不足够 而这个围绕着 Proxima Centauri 这个小太阳 这个Proxima B 就是一个小小的行星 它是更加有条件 去引辱到生命 因为它比起火星 更加像我们地球的环境 所以 无论在观察那里 我们很希望能够更加清晰 拍到这个行星 它的影像 而更加厉害的就是 去尝试想想问题 我们没有办法去到 那这里又要介绍另外一个 真真正正我想说的 这个疯狂的想法 原来在2023年的年尾 其实我由其他物理研究的朋友 他都有跟我提到这个消息 现在我再在NASA看到 原来在近日 它有更正式的公布 这个公布是来自什么呢 原来是美国太空总署 在每一年 他都会接受一些学者 甚至公众的提议 就是说 有什么项目是听起来很疯狂 但很值得我们未来去探索 去做一些前期开展研究的 他甚至乎 这个项目是有个名字 就叫NASA Innovative Advanced Concepts 就是由美国太空总署 他主持的一个 是一个很有创新意念的 一些这样的项目 他尝试做 可能就是说 开始做一些前期可能性的研究 然后发觉 原来条件成熟的时候 就真的进入 可能第二第三期 一个再深入一点的发展 会不会变成一个实际项目呢 我自己来说 我看到这个项目 它有很多项目的 但我看到这个 我觉得非常有吸引力 因为它真的要突破 我们以往认为 不可能做 我们就尝试试下做 内容是怎样呢 你可以想象一下 现在我们不是说 去火星那么简单 我们是想将一件事 传到来我们的太阳更远 起码要能够接触到 Proxima Centauri 这个小太阳 它的距离来我们四光年左右 大约由三点八至四点三不等 即是距离的单位 即是以光年来计算 要去的话 我们可不可以用 传统形式火箭呢 不行 传统形式火箭 就是什么呢 你那些东西 噴光了 没有就没有了 OK 我们有什么办法 可以源源不绝 提供一个推力 就不用真的 要带些东西上去 向后噴 而都可以提供到推力呢 其中一样东西 我们依赖就是光 而且还要是激光 那 其实呢 要介绍一些其他支节的东西 就是 光呢 它本身有一个动量在这里 你将光 向左边射 其实有个回弹力 是推你的手向右 就好像你发射子弹那样 那个后助力的概念 你将子弹 你将枪向前射 那支枪有个后助力给你 这是牛敦第三定论 原来呢 将这个概念 运用在光的世界 一样有 光原来都携带动量的 你将光向前射呢 那支光是有后助力给你的 但是为何我们平时感受不到呢 就是因为后助力很弱很弱 如果你能够给那支激光 是够强够强 它就可以给你一个 可能你都感受到的后助力 要多强呢 那些人就说 譬如说 100GW 就是很疯狂的数字 我们现在一般的 那些这样的电器 你发觉 说到kw 就是说1000W 已经很厉害 现在是说 1000的100万倍 就是非常疯狂 那么我们就会想 如果我们有能力 将那个推进 用作激光 而将激光 可以有那么强 得那么强 光呢 扔了出去 你有能量给它 就不停地扔光出去 就不需要有实际的物质 所以你如果有能力 是装一支很强的激光 它就可以是一个推进器 但是由于这个推进力 是那么弱 需要能量那么高 那么高的时候 当然你要预测 这些东西多数用核能 这些东西 而装置要很小 那么不止 整件东西要很轻 因为后座力那么弱 你的东西更重的时候 它能够给到你的推力 就很少 就是推的程度 加速度就会很少 所以你要希望能够做到 那件东西有那么小 而且你还希望那件东西 是有一个摄影的能力 和通讯的能力 就是说它有能力 将它眼前看到的影像拍摄 再变成电磁波讯号 向你这样射过来 整套仪器要做到非常轻巧 轻巧到的地步是如何呢 应该是需要用黑来计算 现在你会想 这件事就很疯狂 但是很有趣 在美国太空总署 今次去接受这些新提议的时候 竟然接受了这个提议 就说愿意开始做第一期的前期探索研究 这件事就很有赖 我们现时科技的进步 因为如果你说在以前 以前也不是很前的 只是几年前 你要去弄出一个仪器 是它的摄影机 和它的运算单元 和一些推进 要做到很轻巧的话 你起码都是以公斤计 就是这么重的东西 你要将一件以公斤计的东西 去摆上去用激光来做推进 是很虚无缥缈的 而且就是说 你还要将它加速到最好 有这么快就这么快 我们现在就 最快的那件事 你能够扔到每秒 是去到100公里 就已经很疯狂了 如果你还要那件事 可以去到有意义地 人类等到的时间 你想想人类最尽 人生有多少个十年 就是说 如果你能够将一件事 是尽量将它推到接近光束 那之后 你就希望可以用以年的时间 就等到 这个proxima centauri 就是这个 观测的结果 就是由你派一件人 做卫星仔上去 去观测到的结果 而且最重要是它飞得去 它还要送信号回来 它飞去的时候 都未必去到光束那么快 所以它要的时间应该是多过4年 现在它计划中 就是说 它最尽是行到20%光束 那就是五分之一 即是说光行4年 这件事起码行20年 然后再去到那里 再发出信号 那个信号是以光束走回来的 再走多4年 才有个正式的结果 即是说 由你的发射开始 你真的要等二十多三十年 才能等到有个结果 但这件事 如果这样听到 可能大家年轻的听众 你就觉得无所谓 年纪大就觉得不关我事 但始终也是一个 人类的生命 可以以人类一生生命的限期来说 是可以看到的成果 所以在这个前期研究 我们很渴望一件事 就是探索一下 我们如果做一个最轻最轻的仪器 可以做到多轻呢 现在的摄影机镜头 是可以做到一张贴纸 很薄很小 可以用到一些石墨器材料 也是很轻的 然后激光也可以做到 越来越强劲了 另外再加上一些 叫做light sail 就好像一个光的帆 就是一件很轻很轻 用石墨器材料的东西 它就张开了一个帆 这个帆就可以吸着太阳光 给出来的太阳风 就作为推力 将你向外面推 有激光的推进 加上太阳帆的推进 可以将一件有这么轻 做到这么轻的东西 可以推到多远多远呢 那就是说 这些科技 在我们未来 我们觉得 可能在十年八年 都变得越来越 不会说不可能 有时候 这种 将一件这么轻的东西 推到接近光速飞行 令到我们探索到 Proxima Centauri B 这种移居行星 就似乎变得不再是一个梦 所以看到这里 我觉得很厉害 我们人类是 暂时来说 我们有能力把东西提到光速 但那些基本上 都在粒子加速器里面发生 一些粒子那么小的 我们能够做得到 一件我们能够 我们的东西能够做到 有这么小 然后我们的激光 推进 可以不断 一直长做长 有时候 客观的效果 可以做到 理论上可以做到 那件事 不断地加速加速加速 加到一个地步 保守估计 现在说20%光速 如果能够做到这个目标 那其实这个探索 这个隔离的太阳 就似乎是变得可行 就算我自己都觉得 自己都未必看到这一天 但我都会有信心 就是会不会在我们 的儿子那代 的孙子那代 这件事就成为一个真实 虽然这个 真是一个纯粹概念上的研究 但我觉得那种 前瞻性 和那种 结合了考虑 我们现在的科技能力的结果 我是觉得 是一个令人非常兴奋 和鼓舞的一个新闻 这一节就暂时来到这里 如果这个新闻以后 往后有再进一步的进展 那我又跟大家报道 这一节来到这里